美国16号有一头大象疑似受到惊吓逃出马戏团 在街上逛大街游荡引人侧目 还好马戏团寻寿师顺利的将他带回结束这场闹剧 没有人因此受伤 大象在街上漫步逛街 随意走进车站吓坏所有人 驾驶急忙移车躲避 生怕不小心被踩到 大象后面还有一名着急的男子紧紧跟着引人侧目 这样的奇景发生在美国蒙达纳州的一座小镇巴特 16号一头名为维奥拉的母象 疑似受到惊吓挣脱束缚 从约旦事件马戏团逃出 跑到街上逛大街 影片在网路上疯传 居民笑称大象其实是想体验当地生活 大象沿途经过停车场加油站跟赌场 各处都有人目击他的身影 还在附近民宅的草坪上厕所休息 马戏团出动多名巡兽师寻找他的下落 最后顺利将他带回马戏团 结束这场闹剧 索性没有造成任何意外 大象逛大街的影片受到广大回响 有人认为这是马戏团大象最自由的一刻 也有动保组织向当局投诉 指控马戏团没有保护大象跟民众 马戏团目前也没有针对大象出走 做出回应 张永腾编译 这次是马戏团大象最重要的一刻 中文字幕——YK